大家好 前几天一个客人 他就一直在那边讲 老师为什么我的用神是金 为什么我的用神不是木呢 是不是金会克木 我就跟他讲 你根本就不懂八字 你不要自己在那边胡思乱想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 因为他八字没有木 所以木是他的财心 所以他以为他在补个木 他的财运就会变好 我就跟他讲 你是不是太天真了 没有就是没有 你再怎么补 还是没有 所谓的用神 并不是缺什么补什么 很多人都有这一种错误的观念 我缺水 我补水 可是为什么他一走到水运的时候 他却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因为他缺的东西出现了 反而在五行流通里面 他是受伤的 这种情况下 他的一个状态会比原来没有的时候 还要糟糕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 在八字里面并不是缺什么补什么 缺有的时候反而是救人 就很像 我有一个学生 他全部都是比肩结财 所以他根本不能够碰财 他不是缺财吗 缺财他一样可以结婚 可是 为什么 各位 他在结婚的时候 根本就不是走财运 他走的是什么 食伤 食伤去生财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在八字里面 讲求的是五行流通之后的情况 并不是 金木水火土要五行俱全 根本就不是 你就算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 他还是一样有五行生克 他还是一样有受伤的部分 你受伤的部分就是不好 你五行俱全有什么屁用 所以这个就是 很多人在学八字里面 最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 才会有这一些奇奇怪怪的 所谓的理论 五行要俱全 五行要均衡 缺什么补什么 其实 这三大盲点 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谁跟你讲说八字一定要均衡 谁跟你讲说八字一定要五行俱组 谁跟你讲说 你缺了就一定要补上 没有这一回事 一切就是违规五行流通 看五行生克的现象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邦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